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作雕和记忆 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 走进中国无意 重温经典记忆 将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本节目由宗生智能理电车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节目的现场我们有幸请到了汤晓丹导演的爱子指挥家汤木海先生 共同接受我们的敬意 首先有请汤木海登场 欢迎您 我们请汤智一部签名台 您写下一句您觉得在您心中最能够形容您父亲的话语 汤智为我们写下了人生百岁 只为电影艺术求所 我们请汤智来到舞台中间 请 今天在这里我们共同跟汤智辉 回忆您的父亲的电影表演艺术的 还有两位尊贵的艺术家 那我们也共同将目光聚焦嘉宾席 看到我们请到了谁 首先要为您介绍的 这位是上海电影艺术厂的艺术导演 同样也是一名优秀的演员孙渝峰先生 欢迎您 还有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原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 任仲伦先生 欢迎您 我们请汤智还有两位嘉宾落座 那今天节目的开篇呢 我们要首先跟大家回忆的是 汤道的一部代表作品 《渡江侦察记》 我们先去看短片 电影《渡江侦察记》 讲述了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 解放军某军侦察连李连长 带领侦察班偷渡江南 在游击队密切配合下 深入虎穴 探明敌人江防部署 协助大军取得渡江战役胜利的故事 该片已经上映 立即轰动全国 曾获得1949至1955年度 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 这部电影呢 其实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 那就是解放前夕 这个解放军的这个侦察部队 渡江侦察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情景 改编而成的电影 我很想知道 导演是怎么接到这样一个导演任务的 是谁受益您父亲来拍这部影片的 当时呢 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个重点的作品 在1953年呢 他接到了剧本以后 下了很多的功夫去研究它 首先他就和编剧石墨娟一块到山东州庄 去找了当时的穆斯荣啊 这些当年的侦察员 去向他们请教 然后请他们做顾问 他自己呢 在案头做了很多的工作 对于这样一部片子呢 他想办法让更多的情节戏啊 代替一些这个 繁复的沟通 所以就像您说的 他能大刀阔斧地修改剧本 对 很精心地制作了很多场面 我现在重新看这部片子啊 也觉得他有的地方设计得非常的好 是这紧凑啊 是这个整个的节奏的紧凑啊 看 马上给你让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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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怎么搞的 这好呀 不能动 接手 我去掩护你们 快下车吧 我去掩护你 他非常尊重军事顾问的 这样一个建议是不是 对 始终的是征求他们的意见 在他接受任务的初期 还是觉得自己经验不足 一定要多向生活学习 多向解放军学习 把这个主要演员 比如说派到连队里去 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战斗在一起 你说顾问就教他们打绑带 就是当年的那些穿军装 如果演国民党军官的这些 或者国民党的 让他们到南京的军事学院 去和当年的这些人 在一起生活 然后游击队的人民的 让他们到解放区的老区 去直接的体验生活 感受人民和人民军队的关系 这方面都做了很仔细的工作 不同的角色 有不同的角度 非常有针对性的体验生活 三个方向 三个方向 这个方法是我在汤导的导演上 第一次听到的导演是这样的 不同的角色 有针对性的去不同的地方体验生活 这样可能就更准确 其实在这部戏当中 孙道林 陈述这样的表演艺术家的表演 可以说是点睛之笔 厂长啊 这个都提出来 孙道林不行 孙道林说前面都是演少爷的戏 有知识 知识分子的戏 也不对 孙道林革命和我生命不良 多数个十年的晚上 我都听见夜音在叫 北平哪有夜音啊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可是我听见他在叫的嘛 当时电影厂的领导是持反对意见的 甚至说要导演负责 如果演砸了怎么办 那他自己有这个自信吗 他说突然要去演解放军的侦察连长 那么当时他还是很犹豫的 陈述还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演员 他很画画画得很好 他跑来给孙道林画了画 然后孙道林呢 戴着军帽 扬着眉毛 一副正气 是吧 道林看了以后 他自己都觉得好像增添了很多信心 结果呢就单一眼 但是还是僵持了蛮长时间的 最后呢领导同意了 这个最后片子出来啊 证明了孙道林真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他从此以后甚至改变了他的戏路 是吧 一改他的小身形象 看来导演的这个选人的眼光 是非常之精准的 对 会也是英雄啊 老妈妈 不要怕 我们不是国民党 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郡 老爹 同志 老爹 你们受惊了 为什么 你们辛苦了 黄河 黄河 我是长江 我是长江 你听见没有 你听见没有 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你们记住 把情报送过去以后 对天空打三趴红色信号弹 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 狮子山一带 等待了你们的信号 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 是三对火光 再见 再见 这部影片虽然前期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 但是拍摄的过程并不顺利 还有人说 这部戏其实是在水里泡出来的 对 爸爸回来曾经说起过 当时发水灾 有些镜头啊 不得不在水里泡着拍 原来说是拍摄的时间是90天嘛 最后看了只有十几天的功夫 正拍了 每天都化好妆 一切都搞好了 等在那儿 或者是出发了 挺好的 结果到了地方 要开拍的时候 突然大雨下来 把大家淋得一塌糊涂 然后又撤回来 像这样的情况呢 特别是在回来的时候 那鞋都在水里啊 在当时比如说 你看大雨连天下的时候 水也涨了 没有办法拍戏 那父亲会带着剧组的这些演职人员做什么 他又做什么呢 因为爸爸非常地严谨地去准备了 如果没拍成的话 他就不停地拿出新的方案 然后呢让副导演 这个辅导 始终抓紧时间 辅导排练 对 然后等到天气一好的时候 马上抓拍的时候呢 因为平时准备得很充分的 到时候果真 戏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爸爸有时候站在水里 差不多一天呢 把那个皮肤都泡烂了 后来他自己说嘛 生出来的皮肤红得可怕 而且很刺养 非常的难受的 但是他又不敢用任何东西 想办法去 我当时相信 我相信当时条件也比较 肯定非常艰苦 那既然说到这部佳作 我相信台下两位嘉宾 对这部作品也非常了解 咱们也请二位发言 好不好 好的 那孙老师我知道 其实您对这个孙道林先生 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就像我们刚才回忆的说 孙道林先生 自己接到这个角色都不自信 但是通过这个 自己心理这关也好 还有领导审查这关也好 终于迈过去了 这事您知道吗 这个很早 我在那个电影学校里 做学生的时候 道林老师就跟我们来上课 上课他就讲到 拍杜江的时候 这个汤导怎么信任他 完了以后给他创造条件 去深入生活 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有一件事 这个道林老师跟我讲 他说我们以前都是穿 那个习惯的皮鞋 但是后来呢 当了解放军以后 穿布鞋 一开始很不习惯 特别是到了 他们当时是到了那个周山 一个侦察连里面去下生活 当时汤导就让一个连长 陪着他跟他一块生活 他说当时啊 他说这边是伯克枪 这边是一个公文包 两边都挂在那一走路 两边啪哒啪哒地打 打得很疼啊 他说 但是他说这两个月的生活 对他们来讲帮助非常大 当林老师经常给我 讲起一个事 他说这个汤导合作 他说非常好 好在什么地方呢 他对演员给予演员自信 而且他千方百计地去相信他 让他们去创作 创作这个人物 理解了这个人物 发挥他们的主动性 陈述当时跟我讲 他说我后来演这个 一句出名了 不叫他陈述的名字了 后来他到哪儿去 人家就说情报处长 他说当导当时给他 在研究这个人物的时候 花了很多的心思 我们研究了这个人有什么特点 两个人研究了 结果他有坏脖子 习惯动作有坏脖子 每场戏一定要这样 山南有你负责 山北有我们搜索营负责 要仔细搜 每棵树 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 歪脖子表现了敌人的阴险狡猾 由于演员陈述的成功演绎 使得情报处长的经典形象 长久地留存在观众们的记忆里 你去看 你是干什么的 种田的 胡说 你不是种田的 你是扛枪打猎的 带走 你们市长姓什么叫什么 李国栋 厂呢 陶子海 工碧营长 张鸿飞 您呢 第二连连赴江彪 盛林老师 陈叔也好 他说参加了这部戏以后 他说对我们增加了很多的信念 汤老他培养了很多的演员 给演员自信 给演员创造条件 帮助他一块去完成这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汤老在这方面来讲 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一个看法 太好了 谢谢您的这样一个回忆 也让我们想到了那句话 叫做用人不宜 对 那任先生今天要 首先感谢您的远道而来 从高铁站直奔演播室 也能看出来 真的您对汤老的艺术的敬畏 刚才我说这部作品是很多人的一个转型的点 当然我这是桌剑 您怎么看待《独江侦察记》呢 就是刚刚在讲那个 汤老和孙道林的这样一个创作这个关系 我想想起有一次跟那个道林老师的交流 有一次对话 我那儿就问他 我说你拍了那么多电影 创造了那么多角色 我说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角色 从我个人对他的理解和了解来看 我觉得应该是像类似《早晨二月》 肖金秋这样的角色 他演的也好 也比较符合他的本色 他跟我讲 不对 李连长 当时我很惊讶 我就为什么是李连长 他跟我讲 实际上 从他们那个49年以前的这些艺术家 跨过49年以后 他们多有一个重新找回自己的自信 去拥抱新的社会 新的生活 他都有这样一个转变过程 他特别说 他说当这个影片上演以后 他就到处去看报纸上对他的评价 他居然发现 就要报纸上对他评论 评价都比较高 就寻回了他的一种自信 那么实际上 这种找回自信 不仅对道林老师是这样 对汤晓丹导演也是这样 这一代人实际上是一个跨时代的人 他们从30年代开始拍摄电影 到了50年代 实际上是我们汤晓丹导演 一个创作的高峰期 然后也打开了他以后几十年的 整个一个创作的道路 所以他赢得在电影史上 这样一个崇高的地位 跟他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主动地去拥抱这个时代 热情地表现这个新时代 新人物是有很大关系的 好 谢谢任先生 您说的时候我也在思考 其实汤导的这样一种 主动拥抱新时代 找到自己转型点的这样一个做法 今天仍然是有时代意义的 咱还收回杜江侦察记这部作品 在当时好像创下了一些记录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是不是 对 这部影片的拍摄近一年时间 当时的军事顾问一直伴随在周围 当时就在全国观影片里头 得到了最高的荣誉 爸爸也得到了上海市 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 甚至得了800块的奖金 当时我妈妈觉得 我特别有音乐感 就用了800块 给我买了一个钢琴 从此就踏上了音乐的道路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 真的有为您准备一架钢琴 可不可以向父亲 也向这个杜江侦察记这部影片 表达一下咱们的崇敬之情呢 一定的 好 有请汤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现在就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 汤晓丹导演是如何走上导演道路的 汤晓丹 1910年生于福建华安县 他自幼刻苦好学 酷爱绘画和文艺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 他首次指导影片《白金龙》一举成名 此后他导演的多部影片《轰动影坛》 被人们誉为金牌导演 自己一开始是做什么工作的 在做导演之前 应该是他儿童时候 他六岁的时候就上的是基督教的小学 后来呢 对 他当时接触外文 特别是英文 很多文学 文艺方面的 对他来说影响是很大的 在他16岁的时候 他曾经为了村子里的一个木匠 做的家具去画 为他画家具 他当时在乡里很有名 因为他画得很好 在他19岁的时候 应该他到了上海 当时呢 他们就变成有几个年轻人在一起 特别的爱电影 每天泡在电影院里 一泡差不多有的时候一整天 片子一个接一个连着看 然后在一起 乐此不疲 也研究那个节奏 转接 甚至音乐的起 起和时 而且都背得出来 在一起 兴致勿勿勿勿勿的 这样的来学习 在他22岁的时候 他应该有个机会 进了天一电影这边场 当时呢 他是美工师了 结果呢 在有一次导演 白金龙的导演突然病了 那他就等于也是临危受命 这个 当时他很担心 自己没有直接做过导演 所以他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后呢 他就下了很多的功夫 仔细地研究 这那他的 当时他曾经电影迷啊 在电影里泡的 所有的经验了 帮助了他 无数的夜晚 他自己仔细地分镜头 仔细地设计 所以他们很快地就 就把这片子 很成功地拿出来了 后来片子成了 在特别在南洋的电影市场上 非常的成功 所以父亲的导演处女作 可以说是一炮而红吧 对了 那我们导演也很用心啊 特别为大家找到了资料 是1933年1月20日的 申报的电影专刊 那就有评论 评论了这个汤小丹导演 对于白金龙这部电影的指导 我在这儿也读给大家听 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感受 汤君小丹 有为青年 入天一任布景主任 新奇违购 戏巧堂富 开天一有史以来之最记录 近在知名戏剧家 薛觉仙夫妇主演的 白金龙中 君充该片导演 我们愿这位美术家 能成为未来名导演 还真的成了未来之名导演 对 所以这是这部影片 在当年取得的成绩 我相信如果没有 您帮我们回忆的 像之前父亲 在这个电影院里泡着的那段经历 这个导演的工作 一定不会是信手拈来的 那么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 汤小丹导演 在上海 香港 重庆等地 拍摄了多部的影片 那么像《飞墟》 《禁户十二差》 可以说都成为了一个 时代的记忆 那接下来我们再去 共同回顾汤小丹导演的一部经典制作 战争片我在香港的时候也拍过 拍的最高兴红日 有些战争场面 这个比较复杂的镜头 往往计划好 干一个导演 不光要演人怎么演 还部门的美工 这个摄影 照明都一起研究 这长期 不光怎么部门 人从哪儿进来 从哪儿出去 都要相信 就跟他们一起研究 电影《红日》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 1946年初冬 蒋介石的军队 对华东解放区 发动大规模的疯狂进攻 该片以连水 土丝口 孟良固三次战斗为主线 讲述了人民解放军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 消灭国民党王牌部队 第74师的故事 一定要把蒋介石的四百万军队全部彻底 消灭干净 公上莫缘故 活着张力虎 那我们再请康子帮大家回应一下 拍摄《红日》的时候 应该是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 当时连剧本都改了五次 当时他们就仔细地听各方的意见 使劲地把大家的不同的意见揉到剧本里去 想办法把它尽可能地把一个文学剧著 能够改变成电影 当时我甚至记得我和我哥哥 当时在暑假里帮着他抄这个分剧的剧本 就是红日 现在我才明白 为什么那年的暑假我们这么苦 其实你们也在为红日做贡献 当时基本上农村里 都是要砍树皮吃了 是吧 当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夏天拍冬天的时候 他们必须穿着大棉袄 必须就是里边衣服里边的汗 都把全从里到外都湿透了 但是他们都要坚持下来 经常还有作为作战的部队 有快速的行军 或者是战斗的场面 都要尽全力 而且当时宽窄两个荧幕 结果每一个镜头都要拍两次 一次宽的 一次窄的 这都在工作上 要今天来看 都是非常非常艰苦的 所以那会真的是戏大于天了 对 在其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片段 也是表演艺术家杨再保老师的呈现 相信您也知道 石连长醉马 下来 下来 石连长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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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 老干什么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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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 杨再保老师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 向大家介绍一下 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 就是表演艺术家杨再保老师 也是我们刚才回忆到的电影 《红日》当中 石连长的扮演者 杨老师 怎么找到石连长的这个感觉的 我非常的幸运 在60年的时候 我刚从戏剧学院表演戏毕业 就找我去拍电影 那时候当然很高兴了 唐晓南导演 他是个非常温和的导演 看着我就笑笑 他不说话 他光观察我 看我 后来的话就通知我到电影场去试骗 那时候的骗子要试骗子 去试骗 我就去了挺高兴 那这个骗子一试完了以后呢 坏了 我说这个戏我不能去 为什么 我说我演的不像解放军 像军化 不要说 太凶了 我说这个人家的重点骗 这跟人拍坏了 那还行吗 唐导怎么说 唐导说 你演的这个戏 这也正好是迅俘虏的一场戏 你能给他笑眯眯的吗 他说我感觉挺好吗 我说我怎么看 我像个军化一样 是吧 我说我不合适 他说我觉得你就合适的 坚持 我就演下了这个戏 这个戏的话 这里的情节 是以前解放以后 所拍的戏当中没有过的 不是那种脸谱化的处理 对了 这个都不是我设计的 这个电影是导演的艺术 那在拍戏的时候 我们印象当中 每一个导演都是很有个性的 那唐导在拍戏的时候 对演员是什么样的 他会不会演得不好的时候 跟你急啊 没有 唐导演从来不骂人 总是笑眯眯的 总是笑眯的 这个唐导演拿着这个小说以后 他就看完了 他就写一个工作本 然后再写一个分镜头剧本 给演员 他的那个分镜头上下的 都是一个镜头 一个镜头都是画出来 他是画出来的 演员在他选的时候 他选定你了 你再拍戏 他不跟你说 他看你拍的 他感觉都不太理想 他说我们再拍一个 然后呢 你拍过了以后 他感觉你这个镜头 他说在这个地方 再加一个镜头 他就知道这个镜头完了 我要加一个什么镜头 他把分镜头写完了 这个电影他就拍完了 所以人说这个电影演员呢 好像演的什么 那都在电影 都在导演手里 这个唐导演呢 他拍什么片子都成功 他拍这个片子都是成功的 在中国所有拍的战争片上 他有几千模的这个场面 他能拍 其他的中国所拍过的 战争片的电影 没有一个能有唐导演 拍的场面这么大的 你看红十字里 他拍的 《公朝梦良谷》 《连岸水车退》 那个沙滩 《返击》 那几千亩地 来的时候都有上万个 一个市的解放军 到哪儿拍戏 那部直的全市的 你看就是场面大 比这个他参加拍摄的 南城北战的场面多大 我很幸运 我刚毕业 我就跟了这样一个大导演 他在全国是第一流的大导演 我就跟着他这个拍戏 他带我从这个舞台演员 走上了这个电影艺演员的 这个道路 跟着唐导演在拍戏的时候 我老问他 我说导演你看我演的 演的怎么 他从这就蛮好 蛮好 我说他从这蛮好蛮好 但是呢都在他心里 他选我的这个事 他就很坚定 他说你就挺合适 我在那个地方 自由一点 你现在看看这个 这个红日这个电影 演戏的痕迹就比较少 这就是唐导演所要求的 唐导演他是真正的 导演的导演 他不拍戏 演员的导演呢 他就拍戏 就像拍话剧一样 我问他 我说唐导演总不拍戏 他说我总拍 他说又不是演话剧 这总拍呢 你看这个电影里头 就不是在这个演戏了 那就是这个里头 规定什么 那就干什么事情了 那包括这个演国民党 就是说书士那个地方 都不是像演国民党 弯着头感的不是 我觉得这个戏 在战争片当中 还是最好的 电影《红日》 还客观地塑造了 国民党将领 对于敌七十四师师长张领甫 汤导重笔刻画了 他的军事指挥能力 与顽强奋战精神 这样的国民党将领 与以往人们在荧幕上 看到的反派人物 大相征庭 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中 能出现这样的反面形象 是一个罕见的奇迹 他写这个人物 并不是什么杜撰出来的 他是到南京军事学院 去了解的 当时南京军事学院里边 有很多国民党的将领 他们就去了解他 当时张领甫是什么样的情况 当时这个七十四师 是什么样的情况 当时是王牌军啊 是不得了的呀 对不对 打仗也是很厉害的呀 是不是啊 所以说当时的汤导演 就是要把这个还原 还原历史的真实 而且他有一句话 假设都打的是窝囊费 怎么突出我们的解放军呢 是不是啊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汤导演 他拍很多的电影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要还历史的真实 对吧 当时的这个张领甫就是这样 那就是这样而已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 所有的我们刻画的人物 不要公式化 不要脸谱啊 当时他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绪 什么样的感情 就是怎么样 刚刚那个赛宝老师讲到 今天我们看来 把故事讲好 把人物塑造好 把人物的个性塑造好 好像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太难的问题 在当年的整个一个 艺术思潮的背景之下 那就是一个比较难能可贵的 一种创造精神 那个要求就是人物嘛 你正面人物 那就是要高大一点 再高大一点 最好是没有缺点 如果你是反面人物 那基本上更矮化一点 最好是头顶身仓 脚顶揉浓 就形成了这样一种 创造思潮 是这样一种 就模式化的 脸谱化的创造思潮 所以汤晓丹用这个 《红日》这样一部影片 去正确地回答了 我们怎么去塑造人 杨大宝老师 塑造这个 石东根这个连长 这个罪马 这场戏实际上是 今天看来 也是我们电影史上的 一个经典的段落 为什么 人物 人物的性格 就它是按照文学创造的 人物的性格逻辑 去演绎 去表演 形成了我们今天的 那个经典 《红日》它实际上是 描写一个 宏大的一个战争 一场战争 它把宏大的一种 关于战争的叙述 和这些人物的 性格的刻画 把它变真地 融合起来了 就它在塑造 那个大的场景的时候 那是全景式的 但它对每个人物 塑造的时候 它是特写的 就很认真 很细微地 去找到 这些人物的特色 我这才是 它一个最大的贡献 刚刚也讲到了 我们现在整个一个 特技特效越来越发达 但是我看那个 《红日》 我刚才又看了 《红日》这一片段 没有特技 没有特效 征服人的 赢得观众的 就是人物 就是人物的力量 就是人物的性格 这个传统 我们今天应该 好好继承 还是要像 《汤导》这样 就作为一个导演 他有很高的 一种文学素养 有很强的 对人物 对演员的 这种把握能力 谢谢 谢谢任先生 咱们都说 《战充片之父》 是对汤导的 一种敬畏和美誉 其实在汤导的心中 我们能看到 一个没有脾气的人 甚至沉默寡言的人 在胸中 自有一番降场 好 那下面 我们就请出 青年歌唱家李威 为我们演唱电影红日当中的插曲 《谁不说啊 家乡好》 一座座青山 静相恋 一朵朵白衣绕山 安静一片片蹄天 一层层绿 一阵阵歌声随风传 爱 谁不说难 家乡后灯亮 也有幸福的生活 千年万年长 爱 谁不说难 家乡后灯亮 也有幸福的生活 千年万年长 爱 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 汤晓丹导演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电影生涯当中 拍摄了五十多部电影 其中像我们回忆过的《渡江侦察记》《红日》 还有《南征北战》等等 都在不同的历史节点成为了经典之作 那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 相信大家看到她的面容也会回想起 汤道拍摄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部经典之作 《奥雷伊兰》 她就是其中的女主角张玉红 欢迎您 那像您当时初出茅庐的年轻演员吗 进到组里导演给您什么样的帮助或者鼓励了吗 我这个演员她选得特别难 当时我到上海去试这个镜头 试了半年 因为这个人物她是全国找 都要出发了 最后一天全场开会 导演他们同意说的叫我来办演 所以把我乐得兴奋的 诶 但是呢往我又想 我就是一个那个小的演员 往我也没有经验 我也没有阅历 我说那个《奥雷》这个人物 她又会骑马 她又会射箭的 她又有智慧的 最后保家卫国 像我这样 我怎么能就扮演这个角色呢 往我就找导演去了 我说我是一张白纸 我什么经验都没有 我说万一我要是说演得不好了 我说这不就把这个戏就给砸了吗 导演说 你就给我好好准备 你那就努力 你好好的奋斗 去好好地创作 你就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我就要在你这张白纸上 画上最美的图画 我一听导演这么好是鼓励我 所以我就什么都别说了 我就全心全意地把全部精力 我就投入了奉励 奉导在拍《奥雷伊兰》的时候 她是多大年纪了 您知不知道 她当时是68岁吧 68、89岁 那样一个年纪 可以说是有一定年纪的老人了 她站在摄像机前面拍戏的话 还能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生龙火虎吗 她在摄像机前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您记得吗 比如说就是我们在那个外景 拍那个冬天的戏 冬天戏呢就是我们是四五点钟 就要到那个现场去 冬天都是四十多度啊 就冰天雪地这样 完了奉导呢就跟我们就是一样 就是三四点钟就是到那个什么现场去 完了你就看到那个奉导戴个帽子 那个出的气 前面全都是霜 我一看一看 他跟唐导演真是辛苦 完了他就足够怪怪 就站着呀 就在那个现场中间站了 拍完戏了 他那个就累的 他那个腿啊全都肿了 但是呢他在那个现场 他总是给人做一个榜样 夏天就是有一场戏 现场就是森林 那个虫子呀草的草耙子 什么大牛蒙啊 什么就来回就飞啊 你去看 嗡嗡的就叫 正式拍的时候呢 阳光没了 没了呢 完怎么办呢 完你就得等 这个时候那个奉导 他也戴着帽子 戴着那个帽子前头 就是有那个纱脸 完他说 这个不能行啊 这个当我害完 他就把那个帽 他摘了 摘了完了 他就用那个手筋啊 就来回啊 就是打那蚊子啥的 完看着我在 就说在那个帽子嘛 说了呀不行啊 这个孩子完得 噴噴咬啊 要不这个虫子 又把孩子给他咬 咬的伤了 完我一看他那身上 就咬了很多包 完他还惦记 惦记我呢 完了那个唐导说的 余虹啊不能行 完你的松绑吧 松绑吧 你歇一歇 完了再这 杨光来咱们再拍 我说不行啊 如果说杨光来了 那我再捆绑 这样就来不及了 我说没事 我说导演 就这样一共排了四五个点 最后我们排完了 导演说快点撤快点撤 所以像我们这小孩 一看到导演 导演这样跟他造作罪 玩了牌子戏 你说那我玩了 算啥呀就算啥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导演啊 他能排出 这么多好的精品 真是跟他的心情 劳动 这个他的准备 下这个功夫 真是分不开 谢谢 我们也特别感谢 余虹老师今天能够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啊 让我们看到影片当中 昔日大家非常喜欢的 那个年轻的伊兰 谢谢 再次感谢 来给我们分享 谢谢 谢谢 那这个环节 我们请回汤芷 做回我们的嘉宾喜庆 那汤芷您看 在您的家中 可以说虎腹无犬子 您的哥哥是画家 您又在指挥舞台上 有自己的一方天地 我相信一个家庭 能够出这么多名家 在不同的领域 一定是有一种言传身教的 你们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吗 他曾经有过一句很重要的话 叫《沉默是经》 在我童年的印象当中啊 确实 他在家里啊 其实不多说话 我永远感觉到 他在书房里做的是 他的背影 在暗头工作 但是里的影 还有一种巨大的力量 给了我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明白 什么是埋头苦干 然后他用他的最好的作品 向广大的人民 向世界的文化贡献出他的一切 我看到了这个因和果 看到了踏实的工作 他从来不多说 会炫耀 就是扎实的工作 在这点上呢 其实是永远 支入我的心里的 我觉得有一个 永远的记忆就是 有一次晚上 让全家人想去看芭蕾舞 这是俄罗斯大芭蕾舞团的 但是我们缺一张票 爸爸是很想看的 因为对他的专业是很重要的 结果呢 我很冲动 我很小嘛 我说无论什么 我得去看 他从来不责备我 但那一瞬间 我感觉到他差一点要冲上来 有一种表示了 我妈妈还很急 赶快挡在我们的 挡在我们中间 但是他回到书房里 毅然决然他放弃 最后是我去看的 这是我永远不忘记 永远不会忘记 他在他困难的时候 曾经悄悄跟我妈妈说 她说以后做不成导演了 我做一个场工还是可以的吧 结果我妈妈 心里虽然很揪心 但是跟她说 你大导演做场工 当然了 永远是合格的 我就放弃简洁 我来做你 打你的下手 当时爸爸还开玩笑 说 哎呀 太荣幸了 有夫人帮忙 是吧 爸爸常常说的是 做艺术不是说 在悠闻之后的一种风雅 而是哪怕在鸡肠咕噜的时候 你都应该坚信 你相信你自己是爱的誓言 所以我想我会永远继承他 走到我自己的终点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这是汤纸的回忆 我也想请台下的几位嘉宾 从朋友的角度 从晚辈的角度 来回忆一下 你们眼中的汤小丹导演 孙老师 汤导啊 我觉得他的这个人格的伟大 凡是汤导的戏 电影场的各个部门 准备的工作 都做得相当的充分 为什么 他们知道汤导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汤导 为什么各个部门都支持他 都这么兢兢业业的在 和他的人格伟大有关系 凡是跟汤导合作过的人 都讲 他是非常的谦虚 对我们的所有的部门 都是非常的和蔼 从来没有指责 没有骂人的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人格的伟大 非常了不起 所以我觉得汤导 这个一辈子来 就是把他的一生 都献给了中国的电影视野 所以他在我们心目当中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高大的 一个值得我们后辈 永远学习的一个凯导 谢谢 张导演在我们这个场里 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的 他就是工作 而且他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 我们在山东排戏里 他是一个导演 他和我们这些演员工作人员是一样的 吃着也一样的 我们在那个就没东西吃 吃窝窝头 他也跟着吃窝窝头 自己在那洗衣服 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 拿什么道具啊 服装啊 找个农民工 那时候哪有农民工啊 都是演员啦 或者其他的过程 自己弄 他也扛导演 他也扛东西 给我们一样扛 扛到山上去 所以大家对他心里 他都是非常尊敬的 我所以能在电影界干了这么多年 第一位大导演我就跟着他 他把我引向了这个电影的道路 如果我要是没这个机遇 他要当时要看不上我的话 也许我走这条路 那么就不行 所以我印象最深的 我终成最难忘的 就是唐晓丹导演 我在上营主持工作的时候 就是提议办了一个 上海电影博物馆 那次我就跟他去药 我说你能有什么东西 来支持我办一个电影博物馆 他说我没有什么东西 该展示的其他那么多导演 都有那么多东西 当时我看中的一样东西 今天我还把它放在电影博物馆 就是他那一本英语词典 我每次去见他 基本上都可以看到 他在翻阅这本 就是那个英语词典 结果现在还可以想起 他在华东医院 在阳光底下 坐着一个小盾子 然后放着一个小桌子上 他在看这个东西 那天去他正好在写 卷 太卷的卷的这个卷 他从那个汉语字典里面 找了这个词意解释 他问我这样解释 是不是对 从这个小的细节 就会看出 他一生 既有自己一个对电影的 这种信仰 同时把这种信仰 落色在每一个点点滴滴的 细节当中 我在上映工作多么多年 接受了很多 杰出的电影艺术家 这是一大片森林 但森林里面 总有几棵最高的树 汤小代导演 就是这片森林当中 那个最高的树之一 现在回想起来 能问能做的 就是除了表示敬意以外 就学习他的这种精神 把中国电影搞得更好一些 汤老 面对观众 面对今天这样的一个场面 您给大家说几句话 我就是六岁了 是一般年电影的见证人 这个我热爱电影 电影是我的全部这个精神是个养料 我自己全部的养料 谢谢 谢谢 向经典致敬 人间散播 你只在电影里铁马金鸽 却透过泪水 仰望祖国 人生半岁 人生半岁只被一个目标求索 终生成就 比不上你成就更多 目起目标 目起目落 正义永远战胜邪恶 光影交错 你在每个回忆 定格 你是没有容装的将军 来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敬印章 谢谢 好 我们请诸位回到舞台中间 这幅是我们刚才聆听到的致敬词的首书 我们也把它送给汤纸 那么作为今天的一个美好的记忆 我们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我们也感谢今天观众和我们的收看 下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再见